官员当然难辞其咎 可是到底是哪个官该负责呢 这个问题就好玩了 你说如果是林嘉隆 交通部长林嘉隆呢 其实在第一时间 你要说他 我要赶快先来处理善后 如果先不要去谈这个请辞下台 这样的事情的话 就有人讲说 这是你应该为官的态度吗 这个这么重大的事情 这么重大的伤亡 难道这种话你也说得出来吗 那么再细数他的任内 竟然就已经发生了6起重大事故了 从2019年2月8号我们往下看 那时候有机师大罢工 劳资四度马拉松式的协商 后来同年的5月 长荣空服罢工长达17天 这也是台湾的空运史上最久的瘫痪 另外也是同一年 远航毫无预警停飞 后来废止了远航明游航空的运输业许可 结果呢再来看看今年 又发生大事了 包括西滨公路连环撞造成了两死八伤 还有苏花游览车前不久才撞山 造成了6个人死亡39个人受伤 后来呢就是在上周五 泰鲁阁号撞上工程车之后 已经夺走50条人命了 同时也有200个人轻重伤 好了那但是呢林佳龙你说他的表现到底好不好呢 在这次事情发生之后 其实我们看到包括辅跟月甚至还认为说他没有什么问题啊 他很尽责啊很努力啊 好像意思是林佳龙是不用换吗 是这个意思吗 不用换人不用下台吗 可是过去哇他有所谓的三大插话 我们来看看 包括他在宣导用路人在过马路的时候呢 他说啊你看到大车你要先退三步哦 但是有人就说 不是车辆应该礼让行人的吗 为什么会说你人看到车要先退三步呢 再来聪明的用路人能趋吉避凶 这什么时候讲的呢 就是在去年那时候这个端午节连续假期啊 塞爆了 大家就说怎么处理成这样啊 可以塞成这样 结果他这样回话呢 这个实在是让大家也是傻眼 另外他说要让没有竞争力的观光旅游业者退场 为什么 因为受到疫情的冲击 很多人都说啊 我这个实在是快活不下去了 无法再生存了 结果他这么说也让大家觉得实在是好奇怪的一个交通部长啊 但是你说这样子的表现 诶怎么看呢 我们的行政员长苏贞昌 他也被问到 那他是不是也应该要负责任呢 结果他的说法是 啊问到是不是应该下台负责 他没有正面回答 但是他告诉记者的是说 我啊我其实事情也很多啦 意思是这样 因为我们要面对的问题包括像是有疫苗啦 还有现在缺水的问题也很严重你说旱向越来越严峻耶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行政员长苏贞昌他的态度耶 可是别忘了那个总体检报告搁在那边不是说很久了吗 他说要很快去处理乱带风向 他说这个叫做什么 错误的讯息 这样乱带风向是很不应该的耶 大家相信谁 你相信苏贞昌这样的说法吗 来请教一下委员 我觉得这个整个事情啊 我觉得大家在看这个事情的时候 应该从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角度上面来看 我蛮赞成刚才那个赖教授提到的 现在这个事件啊 其实在国际间他都有报道 他其实并不是只有在台湾而已 所以台湾的对于这个事件的处理呢 其实也造成了一个就是说 外人对于台湾的印象 你到底台湾是不是民主国家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呢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说 蔡总统的态度很重要 当然 如果他不能够在第一个时间出来 表示他对这件事情的重视 道歉的话 那我觉得他形成的一个就是说 官员的侥幸的心态 所以为什么会有在第一个时间 他不会自动请辞的原因 大家都等着 就像巧欣刚刚讲的 大家觉得说 我这件事情过后之后呢 等到风头过了 我就是 就没事了 没事了 所以我们看到行政官员 第一个他的这个态度呢 他心存侥幸 另外我们从立法院的质询里面 大家可以看到 行政官员真的非常非常傲慢 现在连质询的时候 他都不回答 你直接问他问题 跟他讲说法条上面宪法怎么规定 法律怎么规定 他就跟你讲说 谢谢你的指教 你询问的东西 他还是不会 台湾从什么时候开始 已经完全乱了谱 所有的东西都不按照规定来走 所以行政官员他觉得说 我傲慢没有关系 为什么 因为我后面 不管是总统也好 院长也好 他都支持我 我们再讲另外一点 我们来看 苏贞昌院长 我觉得这也是真的是奇葩 为什么呢 只有在苏贞昌院长任内的时候 所有的会议都不开 治安汇报也不开 我们上次有看到一缸子的 还有食安汇报 通通都不开 通通都不开 然后甚至我们知道 那个徐国勇 徐部长 上次连他该开汇报 他都不知道 有这个汇报 所以你可以看到 就是说 所有的行政官员 从上到下 他已经养成一个心态 就是说 我不作为 然后就没事 可是我们从这件事情上面来讲 没有检讨 他就没有真相 没有真相 你就不知道 到底要怎么样去改进 所以没错 就像我们刚刚看到 影带上面的 那个被害人 他上面提到说 他相信 如果他不改的话 这个不会是最后的一次 但我还借今天这样的机会 要提醒我们的 那个所有的被害者 还有罹难的家属们 法律上面 它是有规定时效的 法律上面是有规定时效的 所以你的请求 大家记得 赶快先把这个资料 你的请求 直接就先丢给台铁 台铁按照法律规定 他必须要在30天之内 他出来回应 他到底要不要赔 我觉得现在 不要再让所有的东西 全部都让全民 用风向把它带 刚才那个 志强议员提到说 为什么大家 这个1450 这么用心的一个情况之下 这个钱我们在看 行政院的预算里面 我们有多少钱 全部名指名高 没有在做正事 他做的事情 都全部在做大内宣 所有东西都花在 广告费用上面 宣传费用上面 可是我要跟民进党政府 提醒的一点是说 你可以蒙蔽台湾的人民 可是你这个讯息 现在已经到国际间了 这些的国际间的 这些的人 他不会让你 这些的大内宣所蒙蔽 所以你今天做的 所有的事情 不但对台湾 没有任何的好处 他反而会把台湾 带向沉沦的路 委员刚刚讲到这个国际 关注我们的这个台铁的事故 大篇幅的报道 什么九十几个国家 都在关注我们台湾 民进党好像把这件事情 还拿来说嘴 说好像台湾并不孤单的意思 那这是什么 干脆你就要讲说 让世界看见台湾好了 这样子的一个事情 真的实在是 还要拿来张扬吗 真的很好笑 然后呢 国民党的立法委员郑立文 他呢今天就直接的说了 他说这件事情啊 叫做政府杀人 林佳龙啊 还有苏贞昌 都要下台负责 因为在2018年 普悠玛发生事故之后 行政院有成立一个 总体检的专案小组 苏贞昌上台之后 是不闻不问 不但台铁局长 三个月 没有接班的 然后呢 到底为什么 是不是因为 你跟林佳龙有夙愿 所以就不核定 林佳龙送来的人事案呢 而且你要多少的人命 你才能够换回官僚的良心呢 真的 这事情是不可小看 可是如果说 你一旦不解决 尤其像刚刚委员在讲的 官员现在在立法院里面 都敢很傲慢 我觉得傲慢的其次 他根本不负责任 他就摆烂 摆在那边 然后不去处理 然后就只要靠这个网军啊 大内宣 在那里带风向 就以为没事了 你不觉得这样是很可怕吗 这不叫官僚杀人是什么呢 小新 我觉得如果把民进党政府 比喻成一个活生生的人的话 这个人他是怎么样 在生活的呢 他就是呢 薪水没有很高 但是出去都要买名牌 全身名牌 在外面炫耀 对自己家里面的人 亲朋好友 没有很好 可能还会打老婆 打小孩 可是出去看到这种 哇 穿西装鼻挺的人 赶快去跟他们 帮我跟交集 就是这样子 这个国家里面 你会看到 他们慢慢的 不跟你讲道理 不跟你辩论政策 他只想着怎么制作网军的图卡 来攻击政敌 他觉得要维系他的政权很简单 只要让全台湾一半以上的人 讨厌国民党就可以了 讨厌国民党的方式有很多 可以用造谣的 可以用抹黑的 可以用抹红的 可以指控每一个不合他意见的人说 你是中共同路人 所以对他来讲 当我们的民众开始纵容他们 就说好对难道你要投国民党吗 这句话变成是说让民众对于政府的要求的底线 从60分退到50分退到40分退到最后还剩下什么 出了50条的人命的时候我们连要求林嘉隆下台 要求苏贞昌耀下台负民主政治里面最基本的责任都还要被网军讲你们在政治斗争 那干脆不要用民主选举好了嘛 我们就永远武则天嘛 让蔡英文永远他们全家族就去治理台湾就好了 为什么还需要民主政治呢 委员刚刚讲的很好啊 有多少的部会首长在行政院 他来立法院备询的时候 他是不回答你的问题的 他只要用挑拨的 他只要用羞辱的嘲讽的 制作图卡的攻击 他就觉得他可以站稳他在台湾的脚步 而且他会反抢你 是 所以我觉得林嘉隆或许他再过一阵子会下台 但是我觉得如果林嘉隆真的有点良心的话 你去现场 我有看到一篇新闻写说 他到现场看 看到现场的状况 他自己有被吓到 所以他也说他真的是一定得辞不可 跟他原本想象的可能不一样 那我说如果林嘉隆真的有点良心的话 台铁那个体检小组到底是谁押了报告 苏貞昌他到底有没有去押那个报告 你本来想做的事情 为什么没有 你说你想做 但你没有办法做 因为可能你们的派系政治斗争等等的 你公开的出来讲 你请迟用民间的身份 告诉我们真相是什么 告诉我们过程当中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不要被民进党的派系的相互制衡 绑架到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你要知道你已经到现场知道 这些50条人命的重量了 如果你还在想着逆后要选举 比如说去选什么新北市长 有的没的 你还在想这些 你还觉得因为 希望在民进党里面可以有个地位 所以虽然你自己觉得受到苏貞昌的打压 导致于这个台铁总体检专案小组的报告 没有办法被贯彻执行 才引起今天的灾难 但你还是不敢对外公开作证 证明一切过程发生什么事 你就是对不起那50个人以及他们所有的家属 所以我是真的呼吁林佳龙 你看看这些新闻 你看看这些家属 有一点良心告诉大家 我们现在所担心的媒体报导的这件事情 跟苏貞昌到底有没有关联 苏貞昌需要负多少的责任 拜托林佳龙